英国迎来近8年来的第6任首相 工党党魁斯塔莫 原本在野的工党重挫执政党保守党 在这次英国大选取得压倒性胜利 并在斯塔莫的领导之下 时隔14年再次执政 本集短视频之《人物放大镜》 我们就来认识这位后任英国首相斯塔莫 居然是一部知名电影的角色原型 被外界标签为Boring无聊的他 是如何迎下首相之位呢 你应该听得出 看到英国大选出口民调的成绩之后 现场主持对工党漂亮仗基的大写惊讶 惊讶到辞求说不出话来 毕竟唐宁街10号的英国首席补署完 这只猫咪又要换室友了 英国新首相斯塔莫 他出生于蓝岭家庭 父亲在工厂工作 母亲则是一名护士 他认为自己因此理解工人阶级人民面对的困苦 也经常强调自己的草根出生 帮选民做好市场区隔 强调自己跟其他政治人物不一样 比如输得很惨的保守党前首相苏纳克 有着高盛集团前分析师 及印度富豪女婿的精英形象 两者就是很鲜明的对比 另外斯塔莫也是一名著名的人权律师 2008年进入皇家检控署担任总检察长 现年61岁的斯塔莫 在52岁的时候才代表工党当选人民代议士 并在2020年获选为工党党魁 取代原本的强硬领袖科尔滨 那看过了他的背景 那么外界对他的印象又是如何的呢 常听到的评语是 更有英国媒体报导指出 他是知名电影BJ单身日记里 那位古板举警的律师马克达基的原型 过去30年 他始终留着同一个发型 衣着考究 一直以来都有人批评他过于沉闷 缺乏说服力 但或许在此时此刻 受够了保守党领导下 英国国力越来越日落西山的英国人 反而可以让斯塔莫这种拘谨无聊的形象 从劣势转为加分项 英国广播公司BBC指出 斯塔莫的严谨性格和其他英国领袖 如工党的科尔滨 前首相约翰逊 特拉斯的政治马戏团表演来得更有吸引力 不过斯塔莫也有在努力撕掉这个无聊的标签 其中一招就是凭借阿森纳狂热球迷的形象摆脱沉默无趣的负贫 根据工党的官网 斯塔莫是阿森纳的终身球迷 会买计票带着孩子去球场看球 而且每周也会和朋友踢五人制足球 更将自己称为全能中场 撇开他在大众面前的古板形象 在家庭方面 他则是打造出一个保护老婆孩子隐私的顾家男人 据说他每周五都不加班 为的就是和家人共进晚餐 也成了保守党攻击斯塔莫的一点 批评他可能成为一名 华太兼职首相 那如果在星期五晚上发生国际大事件 可能就会找不到首相了 那你怎么看斯塔莫的崛起呢 是因为人们对保守党的愤怒 才把他送上了首相的宝座吗 那这次强势回归的工党 又会将英国带往哪里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交流 如果你喜欢这期影片 记得分享出去 让更多人知道咯 持续关注任的Hotboard 了解新闻人物多一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